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你再度回到娱乐漫谈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替大家邀请到一位是 Anthony Blue Cross 在社区的营业代表 他的名字叫做Helen Way Helen你好 你好 现在离中国年刚刚过不久 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新年快乐 是的 非常高兴您今天会提供很多很多的资讯给我们 让我们在社区的观众朋友 不管您是65岁以下或者以上的人 都可以从今天的访谈 得到很多您以前都不知道一些知识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有两个名词您是否听过 就是说Original Medicare和Medicare的Advantage 这两种名称的术语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他这两种计划到底有什么不同 请介绍给我们 好 那Original Medicare呢 我们清它为红南卡 那它会分A部分跟B部分 这个Medicare 这个Medicare健康计划呢 是联邦政府提供的 是 那A部分呢 我们是包括住院呢 护理呢 或是家庭里的服务也有的 Home Care 对 Home Care 那Part B呢 它们包括门诊 救护车 这些都包在内 那Medicare Advantage 我们称它为Part C 这个就叫做起因计划 起因计划 对 起因计划 那我们Antham Blue Cross的起因计划里面呢 包括HMO PPO 跟很多不同类型的计划 好 那我们Medicare Advantage里面 这个计划呢 还会包括Part D 这个是药物承保的 啊 Prescription 对 Prescription Drug Plan 也包括在内 那我们Antham Blue Cross 那个起因计划 Medicare Advantage Plan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带到我们消费者 多一点 承保 那可以少一点费用 对 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对 对 好的 那Helen 那我们在看到 我们都知道 刚才所讲的这个就是针对的对象 但是关于时间 人们一般的消费者 他是随时都可以来保这种险吗 那不一定是随时可以 Not anytime you can enroll into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那你刚65岁的人士呢 可以在那个初次登记期里面 初次登记期 Initial Enrollment Period 时间去登记的 那这个时间呢 是七个月之内 在你生日前三个月跟后三个月 Window Period 生日前的前三个月 那个仓口 对 比如说 这位观众 他是四月是生日的话 他从一月份开始就可以登记 对 或者他生日过了以后的三个月 到七月份 这一个Window Period都可以去登记 对 答对了 就是那样子 好 一百分 一百分 那有一些人士也可以在每三个月转计划一次 是吗 是啊 那那些人一定要拥有Medicare跟Medical才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就是他的condition 对 那我们这些有不同类型的计划让他们去选择 是 好 那我们再看到Medicare Advantage 比如说像是Antham Blue Cross 那他提供哪一些在健康计划福利是Original的Medicare不提供的呢 其实福利benefit以内呢是有一点不同的 那比如说在2020年我们是在三分四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我们也矿展到Alameda County跟San Mateo County都有差不多多四种不同的Medicare Advantage Plan 那是看你选择哪一个Medicare Advantage Plan来订呢 里面的额外又会有很多不同的 哦是这样子 所以说在旧金山还有东湾还有在中半岛都有点了 对都有点了 那是看你有什么资格去符合 或者是选择哪一个计划来订 好像我说的 有一些计划呢可以给你一些非处方药物的津贴 非处方的 非处方药物呢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去买那一些用品 好像牙膏牙刷呢 膠布那些都可以用的 那有一些计划呢 也可以有我们租金的救命中 救命中 这个就是有紧急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中风了 或者是心脏不舒服了 或摔跤了 对就可以按这个 就可以跟他们讲 你会打电话给我家人 或者帮我叫那个救护车来帮我 还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小宝贝 我们也有租钉器 每一年都有三千块去买一副 租钉器我听说这个是蛮贵的 有的一只耳朵就好几千块钱 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看怎么用了 那三千块一年是吗 是那一年买一只是吧 可以的 一年买左边 像你买右边 所以这个都是要看自己买的是 Anthony Blue Cross的哪一种计划 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 如果保某一种计划 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 来买到这么多的 non-prescription的 over-the-counter的东西 对 over-the-counter medications OK 所以可见得在另外买一个 Anthony Blue Cross的 Medicare Advantage是多么的重要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们今天即使已经讲了很多 但是还有一些呢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不能够被cover的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网站啦 或者是电话号码啦 让这些消费者就可以打电话 或上网来查 跟他们自己比较有关的一些问题 对 那如果观众朋友们想知道 多一点Medicare Advantage的资料的话 可以到Medicare.gov网站去查询 要不然可以到我们瓦部的 起因副部中心去 我们在711 Broadway街 在San Francisco Chinatown 对 OK好 哇 太棒了 其实我们26台的观众朋友 很多都是在旧金山那一带的 我希望在2020年下一个 门市部就是在南湾 南湾也有好多好多的华人呢 是吧 是啊 太好了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information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经过 保险的经济并没有听到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 是非常有意义的 谢谢 好 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Helen是否可以在 醍醐灌顶的 把我没有问到的问题 但是您认为是对观众朋友 非常重要的资讯 再给我们讲30秒钟 其实呢 你们可以去参加我们那个起因讲座 我们在2月份跟3月份都有不同地区有讲座 那你可以查询我们2月份里 跟3月份里不同地点在哪里 新闻在那时候会看见你们 OK 大家可以看荧光屏上面的 Helen的联络的方式 非常好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 非常高兴您提供这些资讯给我们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这段访谈结束 这段工商资讯 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听到三藩市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观众 可以透过SBTV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